不仅是广东地区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内核船舶燃料 从柴油改为清洁的LNG 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那么LNG水泥贯船 与传统的散装水泥船有什么不一样 它又是如何实现船舶向清洁化 节能化发展的呢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我现在所在的这艘船 就是一艘再重量1500吨的LNG 新农员动力水泥贯船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身旁的这两个蓝色罐体呢 就是装在水泥的容器了 那水泥呢 就从上面的这个浸料口 装入到这个罐体内 等抵达目的地之后呢 再用0.2到0.4兆帕的这个压缩空气 把水泥从罐体内给打压出来 整个过程呢 是可以做到效率高损耗低 那我身后的这个白色装置啊 就是LNG传播的动力包了 它里面呢 是装在了8吨左右 零下162摄氏度的液体天然气燃料 可以供整个船舶行驶800到1000公里 相比于柴油船 天然气动力船的话 应该节省燃料 要节省30% 这是经济性 第二个就是安全性 我们用完整的安保机构 第三个就关键 是我们的环保性 流排放是低流 基本上是围零 氮氧化物排放也很少 颗粒物排放 基本也是七居泥 据了解 LNG动力水泥贯船 相比于传统柴油动力船 所排出的尾气 预计每年可减少100%流氧化物 85%至90%氮氧化物 15%至20%的二氧化碳排放 还能在运输过程中 减少近100%的水泥粉成污染 LNG动力船舶的改造 不仅可以大幅有效地 减低船舶污染物的排放量 带来优良的环境效益 同时也兼计了 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契合我国当前历次发展的战略 叶年师认为 LNG虽然并非最环保的燃料 但因为其技术相对成熟 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因此实际应用越来越多 这个灌体的技术 我们最多可以做到零下260度 所以做这100多度 这个变得很流行 未来至少在10年 甚至更长一点时间 它是很好的一个替代性能源 其他能源从技术上 远远没有LNG成熟 所以我可以做到一整个替代性能源